这个身体死了之后 到哪一道去 完全是阿赖叶里面 含藏的种子 哪一个种子力量最强 它就心受宝 力量弱的呢 后受宝 强着心切 就因为这么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念佛人要把阿弥陀佛 念熟念透 这个力量最强 灵命中是 念佛这个种子 牵引你到极乐世界 原理就在此点 所以不可以 对其他的境界里头 产生 深刻的印象 那个事情很麻烦 一般人 情职很深 他喜欢的人 念念不忘 尤其老老人 看到自己的儿孙 儿子不想了 想孙子 儿子不可爱了 为什么长大了 胡思乱想了 不听话了 孙子很小 听话 孙子长大了 也不行了 成孙子 这个总是 总在放在心上 念念不忘 那他到哪里投胎呢 如果这一生做人 还做得不错 无戒时尚 还行 莱森奎的人生 就去做他的 孙子的儿子 他不喜欢他 不愿意离开他 他就这么来了 所以祖父母 尊祖父母又回来了 又做他的儿孙 这种情形 有啊 如果你爱别的东西 你就到那里去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有人养宠物 对宠物的 那个爱 那个疼爱 超乎对家里头 任何一个人 他要喜欢那个小狗 莱森很容易 就多狗胎 就多出生导 喜欢小猫 他就变成小猫 这个很可怕 所以 样样都要放得下了 就对了 永远记住 金刚经常告诉我们 这金刚智慧 一点都不假了 凡所有相 皆是续望 真正要练到的时候 样样放得下 可以受用 不可以占有 不要有占有的心 不要有控制的心 来到这个世界 把这个世界作为 我们观光 旅游下 我们居住的环境 是旅店 不是我的 我在这里受用它 我不会有占有的念头 把这个地球 当作我们这次来 观光旅游的风景区 样样可以受用 伤心略目 绝不着烦恼 你要占有它 就有烦恼 你要控制它 就有烦恼 真正 不分别 不止住 你得大自在 你得的是真快乐 确确实实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那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本来的心量 就这么大 今 要认真学习 能体会多少 要把这个理 四都落实到生活当中 就得受用了 得受用了 过佛菩萨的生活